兩位立法人去年帶去德蘭沙拉 一位是Freddy 就是林昌佐 對 意思是Kulas Kulas 就是我們民進黨籍的原住民委員 就是Kulas 所以 我們13個人去德蘭沙拉 那我目標是說 因為德蘭沙拉 我們要講台灣的故事 給西藏人要了解 不能 因為德蘭沙拉 像我這種的人 我是在印度出生的嘛 那很多年輕的西藏人覺得 台灣本來就是有一個民主 很簡單 沒有啊 台灣為了民主 像那個西藏的自焚是1998開始 第一個是自焚 在印度 台灣很早就有自焚 為了台灣獨立台灣人 所以這些故事要給聽西藏人的時候 那西藏年輕人 西藏的新代的人 他們覺得 現在我們在非常苦的時間 那如果說我們一起努力的話 有一天也是會達到我們的目的 像台灣 台灣剛出是非常辛苦的 那今天是 不管聯合國是不是西藏 台灣是一個國家 但是台灣今天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非常自由的國家 所以這些是因為長輩一直辛辛苦苦過來的 所以那今天我們去德蘭沙拉的時候 也是有給他們知道台灣的故事 所以那西藏的年輕人也是要了解台灣 那我覺得可能要你們要QA的話 那比較 因為剛剛我們看到很多各式各樣的活動 所以這個也是過程 我們到聯合五十幾年的中間的改變 剛出我們聯合政府 打壓喇嘛專者 所有的人要覺得非常獨立 然後慢慢慢慢有改變 變了現在是要中間道路 然後有很多聯合政府主持是要西藏獨立 那重點是要西藏裡面的西藏人要決定 那是長輩打壓喇嘛專者要說的話 就是因為我們十五萬個藏人在國外而已 所以說以後西藏的事件 是西藏人裡面的西藏人會決定的 那最苦的最辛苦的藏人 在西藏裡面的西藏人 所以他們是非常非常辛苦 最近有一個大西旺柱 應該你們也知道說大西旺柱是 他有跟中共反對 就是他要的是不能停止西藏的教育 西藏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要保留我們的文化跟教育 中共關十五年在西藏裡面 所以西藏裡面的西藏人是真正的 非常非常苦的 但是我們覺得我們十五萬個藏人 在世界各地我們都是有一個西藏的責任 所以在世界各地3103月10號的活動 是在世界各地有很 我們對我們西藏人來自一年裡面最大的一個活動 因為19593月10號 中共控制西藏之後 我們是變了一個熱名 流浪 所以到現在來幫我們回去 所以3月10號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 那在台灣也 我們每年會辦3月10號的活動 然後去年 去去年 零年之前是有高雄 也是有辦過310的活動 所以310活動是 我們是非常重要 那如果說你們在台北 剛剛我們有那個 海報 那個上面提到的 Porsche Porsche 對 3月5號是在台北有一個遊行 如果你們在台北有時間的話 那拜託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所以我覺得我會停下來 OK 好 那我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談到這個 可能也許大家不是很清楚 剛剛提到這個 現在我們有西藏 在印度流亡的這個西藏的學生 現在來到台灣可以就學的問題 大家看起來好像是 應該很頻繁的事情 好像外籍學生來台灣唸書應該OK 但其實狀況不太一樣的原因 是因為 其實比如說 今天如果有終生來台灣唸書 或者是所有其他的外籍的學生 各個國家來台灣唸書 都會有 好像看起來 目前來講 看起來台灣都非常彈性 那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教育部才真正的開放 讓所謂的在這些流亡海外的 這個藏 藏籍的人士來台灣唸書 因為其實 西藏人民他 他持的是難民證 他沒有正式的護照 所以是一個無國籍的狀態 無國籍狀態是很難 就是取得沒有正式的身份 你怎麼去唸書或工作 那所以其實台灣政府 其實我們台灣目前大家可以也稍微關注一下時事 目前台灣政府是沒有難民法 因為我們沒有難民法 所以我們其實對於難民沒有相對性的一個法律上的規範 沒有辦法去保障他的難民的處境 比如說他可不可以工作啊 可不可以就業啊 或者是就學等等 因為如果在有難民法的國家 其實這些都是正常的 就好比說比如說在德國 你有看到德國也相對保障難民 他一樣可以在那邊工作 甚至領取相當的社會福利嘛 可是其實台灣目前沒有難民法的法規 可是 這個狀況 我們其實在目前來講 應該據說 今年難民法是相當有機會在立法院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時事 那第二個補充的就是說 剛剛札希提到說2008年 在這個日本長期 長野 對 為什麼 他剛剛講奧林匹克 大家想說2008年不是在北京奧運嗎 怎麼會在日本 因為奧運聖火會全世界全球各地會傳達 所以那時候札希其實是從台灣飛到日本 因為那個奧運聖火大門不會經過台灣嘛 那 好 那 這離台灣比較近了 奧運聖火 傳達到這個日本長野的時候 所以札希就把握 那時候是張青營匯 然後把握那個機會 就去那個現場準備要去抗議 宣 那個聖火經過的時候 你們可以去網路上YouTube 好像有一些畫面可以搜尋到 CNN還是BBC都有 就有一個人就拿著這個西藏的國旗 就跑出來抗議 free debate 然後就被一群警察就 抓起來 圍起來逮捕了嘛 然後關了二三天嘛 那個人就是札希 現在坐在你前面 那個時候發生了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我們台灣的NGO組織 我們也發動了救援的行動 包含各式各樣的組織 那當時其實就是透過 因為札希其實那時候拿的是台灣的護照 所以他其實是有台灣的身份 可是就相對敏感來講 他又是一個西藏兒 那這個狀況好像是 還好2008年那時候他發生這件事是520之前 就是我們還沒有換行動 還是阿扁當總統的時候 那所以那個時候就是說 朱日代表許世凱先生 現在許世凱先生也住在台中嘛 那許世凱代表 朱日代表就透過他的外交的管道 一直在跟日方爭取說 他是我們台灣人啊 不是恐怖分子 因為日本人把他當作恐怖分子來看待 那很顯然 這種抗議行動為什麼會被叫恐怖分子 我也不是很理解 因為可能那當中還有一些細節 包含是中國方面 有請一些中國翻譯啊什麼的 也許你待會兒可以再做一些解釋 是有什麼中國人的翻譯來協助 說要協助你啊什麼的 可是可能翻譯的都 你在翻譯什麼什麼沒聽啊 那那個時候除了透過這個朱日代表的協助 那我們很多台灣一群NGO 那時候我們就集結在台北的這個日本 那個算是日本代表處嘛 現在日本交流協會啦 日本台灣的那個交流協會 我們就在那個慶城街那邊 兄弟大飯店隔壁嘛 那我們就在那邊抗議 然後要求日本要放任這樣子 那個是當年的那個2008年的脈絡 我稍微補充一下這樣子 好 那留一點時間給大家來做討論 發問好不好 對 宣傳一下好了 我手上這邊有一個這個 西藏台灣人權連線 就是剛剛札西講的 這個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的這個NGO 那他們現在有依脈這個運動頭巾 就可以弄在頭上 你騎腳踏車啊 或者是就是運動頭巾 你還可以當口罩 台中空氣那麼差嘛 對不對 好 那 呃 大家有E-mine E-mine捐款所得會捐給我們 好眠文化行動協會 一個頭巾三百塊錢 我們可以找後面的志工 誰可以幫忙 那宜貞好 來 手上拿的那個就是 大家待會會後有空可以去跟他購買 那這邊有這個免費的這個手環 上面這個意思 札西解釋一下什麼意思 那個英文部分是有寫 英文寫 freedom 然後上我們是說 ranzen 就是獨立 但是這邊沒有說 西藏獨立 就是要獨立而已 對 因為我們要求的是 要先有獨立的個體 你會獨立思考 我們就相信這個國家 會有越來越多獨立思考的人的時候 或獨立的人 我們就會邁向成為一個 更好的一個獨立的國家 好 那包含西藏也是 好 那這個東西是免費索取 待會大家可以來找札西索取 那 我想先補充到這邊 那 先開放給現場的朋友 有沒有什麼想要 分享也可以 或發問 好 一位 我先收集三個問題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 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發言時間 大概掌握在一分鐘 到一分半鐘左右的時間 那我們一輪先找三位朋友 做發言 好不好 那發言過的第二輪 如果沒有人發問 那當然之前發問過 還想要提問的都很OK 可是我們盡量會讓 沒有提問過的人來做發言 討論這樣子 好不好 這邊也有一位 好 還有沒有 這邊還有一位 各位不要 不要客氣啊 還是我們第一輪就先兩位好不好 主將是好 大家好 我覺得現階段 西藏要獨立 似乎不太可能 十三億多 接近十四億的中國人 就是被教育的那個樣子 談到西藏 其實那個歷史觀啊 什麼一切都是被扭曲的 一切都是假的 但是就是被教育的那個樣子 所以我想比較可想的方式 就是想辦法呼籲世界各國的政府 或者是就是呼籲全世界 來讓西藏比較有人權 比較有自由這個樣子 謝謝 好 真的是一個分享 來 這邊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你會恨中國人嗎 Do you hat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debater because you grew up in India so do you worry that your culture will be influenced by India culture? 好 鼓勵世界各地來支持西藏的關注人權 人權是有啊 對對對 這個我自己失控的正向思考啦 我的意思是說 西藏不可能那麼快獨立 那我就認為西藏要獨立的一個前提條件 就是要讓世界各國 越來越關注西藏普遍的人權 那我們就可以埋鄉獨立 這樣我轉過來啦 好 謝謝 那你剛剛說的是說 第一 你說我恨中國人嗎 你說我恨中國人嗎 所以我完全不恨 因為我覺得跟中國人跟我是一樣的 因為今天不管漢人也好 或者漢人也好 或者新疆人也好 盟國人也好 都是因為中共打壓的方式 全部不快樂 對 那個是實話 那剛我說我們15萬個漢人跟達烈朗的專責 要想回去嘛 自己的家 沒辦法回去 一樣 漢人也是 很多中國民運人士 他也沒辦法回去啊 所以說 我覺得因為今天這個時間 我們所有的人要團結 那如果改變中共的話 中國共產黨改變變了一個民主的話 不只西藏會達到快樂 是世界各地會達到快樂 我們第一應該是這個目標 那中國政府自己會brainwash 就是說有很多他們會跟中國人講 說西藏人很暴動 很會暴力 會和你剛剛說的 不喜歡中國人 會反對中國人 這些是一個洗腦而已 那因為我們 我剛剛講的我也沒有去過西藏 沒有接觸過西藏的漢人在那邊 所以我覺得我是沒有反對中國人 然後另外一個你剛剛說 在印度的傳統看這些 會不會破壞我們的 應該那個是不會的 那原因是你看 因為我可以假如另外一個 假設就是說 我們剛出來印度的時候 1959到現在 所以我們沒辦法 我們也不想拿印度的身份 那是確定 因為我們剛出來 我剛剛講 跟你提過的時候 我父母就覺得 幾個月幾年之後 可能會解決 我們回去西藏 然後現在印度政府說 你們出生印度的藏人 可以拿印度的身份 可以辦印度的身份 跟印度的護照 那個時候 我們心裡面有一點快樂 有一點擔心 就是說快樂是說 因為至少有拿印度身份 的話我們可以做 比較方便可以做很多事情 不然我在印度 聯網在印度 很多西藏人大學畢業之後 他們要做什麼工作 他們沒辦法做印度政府的工作 那我們聯網政府 也沒辦法給他們那麼多工作 所以有很多矛盾的 那怕是說 如果說每一個藏人 要去辦印度身份的話 那第三個 第三個 第二次怎麼辦 會不會變成印度人 你剛剛講的那個 所以說 開放這個之後 可能快一年 沒有一兩個人而已 辦那個印度的護照 那麼多藏人 也沒有辦印度的身份 那因為印度身份 我們聯網 印度政府發給我們 那個樂民的身份 你要做事情的時候差很多 印度護照 你馬上可以來台灣 那我們IC沒辦法來台灣 所以有很多事情沒辦法的 所以那一兩個人 辦印度的身份 所以這個假設來講 說改變西藏的文化 跟我們的傳統 在印度那邊是非常難的 好 那我們是不是還有 其他朋友有一些要討論 來 這邊有一位 還有沒有 來 這邊一位 後面一位 好 來 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說 您是那個難民的第二代嗎 那如果到你的第三代 第四代 現在你們會怎麼去教育他 關於西藏的一些認同的問題 或是說他們自己本身 會像你們 歷代第二代那麼的 去關注說西藏的獨立 或者是希望回去的這個議題嗎 還是他們也會 可能會被在不同的國家變成 慢慢被同化 我想要問幾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問題是 那個西藏跟 為什麼要叫圖博 然後第二個是 就是我有一些不擔的學生 然後他們也穿 那個喇嘛的衣服 我想知道說 他們在台灣看到這種 紅色衣服的 他們是喇嘛 那他們跟西藏有沒有 什麼樣的關係 第三個是 在影片中一直提到一個 那個羅什麼 可是我剛剛已經查不到他的名字了 我不知道他是 跟那個有什麼關係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羅什麼什麼家的 羅什麼 我們那個 西藏兒童之家的狀態 對對對 情報組織那個 後面是這個 Infaction Angel Infaction Angel 對對對 對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後面 一直提到他 但是後面好像也沒有 那個名字 情報組織的什麼 兒童之家 那個西藏兒童之家 然後他好像 西藏兒童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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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以前台灣 在台灣 剛來 剛來 在台灣 帶小兒子 帶小兒子 他是有什麼爭議性嗎 他是有爭議 是contribution 一些事實 我剛才問一下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就是說假設建如果中國政府中邪 然後讓西藏獨立 然後你回到一個獨立的國家 然後是西藏 那你會最想做什麼事情 請問一下就是如果說我沒有記錯的話 現在達賴喇嘛好像說他也同意說沒有那個轉世的 其實就是說現在比較從那個轉世兒童來繼位對不對 那我不曉得說你個人自己對這個問題自己的看法是怎麼樣 因為好像在達賴喇嘛的觀點好像給你們自己同胞不大正統的樣子 謝謝 你的意思就是說15次達賴喇嘛 轉世的部分 對現在答賴喇嘛不是說他已經同意說那個不要由轉世來繼承他的位置嘛 就是說好像是開放open讓民眾自己去決定 但是一般百姓好像是不認同那個是明然是堅持要轉世來 來就是傳統一直繼承下來就對了 就不要打破傳統的這種這種做法 那你自己的意見是怎麼樣 謝謝 是宗教的領袖還是政治領袖還是說 就是說你講那個轉世的概念是階層那個他的政治地位嗎 對對對 OK好這個我這樣就比較清楚 應該我先 來哥先回想 那個比較sensitive一點 就是那個達賴喇嘛專者 我們歷史上面400多個歷史就是達賴喇嘛專者 第一第二第三大 現在14次的達賴喇嘛 然後這是你們傳世的 然後現在最近達賴喇嘛專者有提過很多 就是說外來15次達賴喇嘛 大家不要擔心特別要坦白講的話要中共 中國政府你不要急不要擔心15次達賴喇嘛的部分 因為15次達賴喇嘛的部分 達賴喇嘛專者現在83歲 他說我104歲的時候 我會國際媒體會報導15次達賴喇嘛會怎麼樣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達賴喇嘛專者說我現在87歲而已 那我會活到103 113 113歲 所以有很多時間中共不要擔心不用急那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如果是你剛剛說 以前達賴喇嘛專者是我們是宗教政治領袖 那現在達賴喇嘛完全退休了 達賴喇嘛退休不是突然他退休了 但是1991開始他慢慢要想退休政治 為什麼他要想退休政治的原因 因為我們西藏的歷史上面來講 達賴喇嘛專者過世跟還沒出生中間 我們矛盾最大 很多有問題 所以法王希望說我現在開始退休的話 可能他們會慢慢會拿西藏的責任 所以今天我們的市政我們講市政就是我們prime minister 是民主的方式投票選出來的一個市政 那那個是我有一次在民視的新聞上面也是有提到 我非常開心 因為我小的時候我有讀過西藏的書上 就是說那個我翻譯中文比較難 就是說媽媽的兒子 我不知道那個是對不對 因為我是翻譯 就是說媽媽的兒子有能力的話 最高的外子也是有空的 所以說那個是我小的時候有聽到的 那意思是說現在的我們的prime minister 他不是貴族的人 他也是跟我一個普通的人 他也是以前張清衛 我在張清衛的時候他也張清衛的 是非常一個普通的人 但是今天他有能力 所以投票給他當一個prime minister 是一個民主的聲音 所以那個是法王達賴喇嘛專者給我們一個民主的教育上的 所以打賴喇嘛專者 然後另外第三如果說你這個有關心的話 打賴喇嘛專者會世界各地會講說 15次打賴喇嘛會不會來 不一定的 但是西藏人民要決定的 西藏人民要需要打賴喇嘛的話 15次打賴喇嘛還是會喘事 那西藏人民一定要打賴喇嘛 沒有打賴喇嘛我們很早就結束了 因為我是一個西藏獨立運動的 我是西藏獨立的路線 從18歲到現在 那我也是會說 有些人問說西藏獨立重要嗎 打賴喇嘛重要 對我來講打賴喇嘛重要 今天我們有打賴喇嘛專者 所以世界各地會支持西藏 那打賴喇嘛專者是非常和平的 像我父母親第一代 他們覺得打賴喇嘛是一個西藏打賴喇嘛 現在的年輕人現在的時代說打賴喇嘛不只是西藏 打賴喇嘛是全世界的打賴喇嘛 因為他關心全世界 那我不知道你那個問題上面這個過不過 好 剛剛那一位的問題 他說如果你回到西藏以後 你最夢想要做什麼事 如果有一天你可以有一個獨立的國家 那這個是非常謝謝非常感動的 因為就是我每次都看到 在世界比賽的時候 看到自己的國家的國籍會這樣的時候 我也每次都會想說 如果不管西藏重重的一個國家也好 小小的一個國家也好 就算我們會參加這個活動 這個比賽的話 我會背後還是會看到我們西藏的國籍 所以獨立的部分是我們會想很多的 但是真的會獨立的話 是想說要世界各地 我們應該是最小的一個國家 但是要想說要給大家看一個和平的國家 一個我不知道什麼 有很多話但是沒辦法跟你解釋的 所以這個話是我非常 這是我的夢想 就是要西藏獨立 但是西藏獨立之後 也是會變成非常和平的 像中共一直會說 西藏是變成一個國務分子 所以西藏永遠不會當國務分子 那是確定的 因為西藏有達賴老媽 西藏有一個宗教性 所以西藏是永遠不會當國務分子 如果獨立 也是會變成非常和平的一個國家 你是說 那麼您的問題是什麼 妳的問題是什麼 認同 為了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的保留 他們會繼續做西藏的運動 第一是我們自己的文化跟宗教上面 因為西藏人跟藏存佛教的觀念 是非常有接近的 所以說 藏人說 緣分 卡馬 你做錯的話 我們一直會想說 每一個人會覺得明天會過得很好 但是會不會好 我們不知道 那如果你要知道的話 你問你自己心 你今天做什麼 你從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覺 你自己一定會知道 我有做過壞事嗎 還是好事 我自己會知道的 所以說 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的傳統 個人 我們的這些是一直會保留的 像達瑞喇丸專職 1959剛剛聯網到印度的時候 印度政府 達瑞喇丸專職 要求印度政府 就是說我們有一些學縣 我們要學校 然後印度政府 印度是蠻大的 我們是八萬個藏人而已 那印度政府說 你們不用擔心印度那麼多學校 你可以 隨便可以進去那個學校 但是達瑞喇丸專職說 我要的學校不是這個 我要的是特別一個學校叫 CST Central School for Tibetan 就是為了特別西藏的學校 所以今天像我來講 我是CST藏出來的一個人 就是CST我們那個學校裡面是會教西藏的文化宗教 然後所有的科就在西藏文字 所以說因為這些還有聯網政府那邊是給我們很多宗教部分有很多寺廟 所以這些來 那另外一個是說 可能過去十年之後 以前 剛出聯網的藏人 在印度的藏人要去國外的時候 我們聯網政府非常擔心 他應該如果去國外的話 有一天他到國外 他可能會忘掉自己的國家 那他可能會變了那一國家的人 但是他以後不會做自己的西藏的 因為西藏六百萬的西藏人在裡面 那國外的藏人不會拿責任的話 那西藏裡面的西藏人是根本沒有權利 根本沒有人權 根本沒有權利這些的 所以現在過了三十年四十年 在國外的藏人 是比印度的藏人厲害的 在美國也好 那加拿大也好 所以外來國家他們會做很多事 所以說我們可能 十個輩子就是說 我們不會擔心說西藏人會忘掉自己的國家的事情 然後到一個民主的國家 然後到一個西方的國家那邊 然後他會變成那邊的人 他會忘掉西藏 跟他的責任是應該非常難的 對不對 這邊 剛剛 對不起 那你剛剛說那個不旦 不旦也是有西藏喇嘛 那個部分 那個是一個歷史有關系的 因為如果說你歷史上面來講 西藏是以前那個亞洲裡面 就很大的一個國家 那個 Vidipid 非常大 從拉塔克 印度的拉塔克 還有印度的還有南部那邊 有辛拉 還有尼泊那邊 像尼泊現在有很多 很多尼泊的姓叫大孟啊 或者是有很多姓 就是以前他們都是西藏的 他們今天寫的字也是西藏的字 念的也是西藏 但是他們也是靠尼泊那邊的 所以呢 那個不旦也是 不旦的邪字 也是西藏文字 那他們的宗教也是 葛丘派 藏傳佛教裡面有四個派 裡面的一個 紀錄葛丘撒家寧嘛 裡面的葛丘派 是在不旦那邊比較多的 所以他們跟我們是 歷史上面是非常有關心的 所以說你會看到 如果今天有遇到一個 不旦人跟西藏人的話 他們沒辦法那麼流利過通 但是你講不斷話的時候 我也是會懂了 我會留心 因為他們的語言 就是我們西藏以前 那個 我們 詞 就是鞋子上面用的這些紙 在他們會用 在講話的部分 所以第一這個 好 還有 西藏為什麼叫土伯 為什麼叫土伯 土伯也有差不多 剛剛我講的 那個雙真鋼伯的時哈 那個時哈西藏 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的時哈 就是說 那個也是我們在 我來台灣之後知道的 因為我以前知道西藏而已 在很多 你問你所有的世界各地的藏人 他們知道西藏的土伯不知道 然後有一次在台灣 我們先成立藏青苑 然後慢慢有成立土伯自由 在台灣的時哈 台灣人成立的土伯自由 然後他們跟我們解釋說 以前西藏獨立的時候 中國不會叫西藏 那個時候中間南部的時候 它會叫土伯 所以我們會叫你們土伯 但是 坦白講的話 你叫我土伯也好 你叫我西藏也好 你叫我Tippet也好 你叫我什麼都 我是沒什麼差 但是我用的是 就是我們會自己講 P P 就是有西藏話 就是土伯 西藏 Tippet 所以每一個人 有每一個不同的說法 假如說我去日本 他們會叫Tippet 然後印度會講另外一個 所以說 那對我們來講 你叫土伯也沒關係 西藏也沒關係 好 還有一個問題嗎 第三 沒關係 沒有關係 啊 預約的那一個 阿蕾 你剛剛說的那個盟障帶來的那個學校 是有DCV 兒童的學校那個部分 那個時候我們沒辦法接受這個 我們根本沒辦法接受盟障 我談吧 因為現在盟障快結束了 有一個原因是因為盟障是代表漢盟盟會障 剛剛我講的台灣的憲法上面的漢盟盟會障代表有盟障 然後文章一直會說 他會關心全世界的藏人 那真的如果有關心的話 2008到現在150幾個人 在西藏裡面自焚 他們有關心過嗎 為了西藏人權 為了西藏這些 完全沒有一毛錢 沒有花在這個部分 那他們比較多會做是說 會請西藏的文化 不是正在的西藏文化 那是有Brain Washed的 來這邊 洗腦 洗腦的西藏的這些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你們可以好好 因為你們是新代的一個台灣人 在大安公園 台北大安公園跟新一路上 有看到很多像那個回教的 那個什麼叫 清真寺 有 然後有很多那邊有很多 還有那個回教的還有基督教的 如果說蒙藏剛開始有 真的有關心西藏的話 也沒有一個西藏 是沒有在那邊 所以今天所有的蒙藏的錢 蒙藏花的是台灣政府的錢 所以剛剛那個西藏台北裡面 也是有提到說 李東會最後那天請達賴喇嘛來台灣之後 我們在這邊有辦達賴喇嘛代表 達賴喇嘛基金會 之後慢慢台灣政府跟台灣民間了解說為什麼有西藏兩個公司 一個叫達賴喇嘛基金會 一個叫蒙藏 所以 台灣的人民覺得可能蒙藏這些錢 是花在西藏人真正苦難的 西藏人需要的那個部分 我們不可能拿蒙藏的錢 假設我來講我快死了 一定要一杯水 但是蒙藏會不會喝啊 我自己死就好了 我們是 沒辦法認同這些 所以 達賴喇嘛第一次來的時候 那一個蒙藏的人有跟達賴喇嘛專者提過 說我在台灣養很多藏人的小朋友 然後達賴喇嘛專者跟他 indirectly 問他說 那個 藏人的小朋友 他自己跑過來你這邊嗎 沒有啊 他去冰界拿 說這些藏人 所以 所以說我們是沒辦法接受 達賴喇嘛 好 那希望有一天 我們台灣跟西藏互設 這個大使館 好不好 那個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們可能要這邊先把活動稍微做一個結束 但是還是很歡迎大家如果有一些問題 希望可以再跟 仔細做討論 我們會後還可以再 是以下大家有一些 討論 都很歡迎 好 我來 谢谢大家